我們進食的碳水化合物 經過消化之後 會變成葡萄糖 由小腸吸收 進入血液循環系統 成為血糖 而胰臟 會分泌胰島素 協助血糖進入細胞 而供運用 當身體胰島素分泌不夠 或者人體 無法利用所產生的胰島素時 血糖就會上升 當血糖過高時 會出現小變物 口渴 容易累 體重下降 施力模糊等等 要預防高血糖 應該減少進食葡萄糖 和蔗糖含量高的食物 而且吃飯時 要慢慢咀嚼 這樣可以防止血糖 在短時間之內 快速上升 一次也不要吃太多東西 有7-8分飽就夠了 而有些食物 也有助降血糖 肉桂 含多分類抗氧化物 可以阻擋糖分吸收 減低血糖飆升的現象 建議每日進食一刻的肉桂 而洋蔥含有類似降糖物質 甲本黃丁尿 它也可以刺激胰島素合成和釋放 建議每個星期 將食2-3次洋蔥 每次100克 而蒜頭含豐富的腺子纖維 可以有效控制胸腹血糖 另外蒜頭含有大蒜酥 大蒜酥 可以幫助身體釋放胰島素 建議每日將食1-2粒的蒜頭 另外秋葵含豐富的水溶性果膠 和黏液蛋白 可以減慢糖分的吸收 而秋葵裡面的 濾胡蘿白素 可以維持胰島素的正常分泌和運用 建議每星期進食2-3次的秋葵 每次100克 最後就是牛油果 它含豐富的水溶性 和非溶性的纖維 美國有研究指 牛油果 可以延長人的飽幅感之餘 血糖也沒有因此而提升 建議每星期吃2-3次的牛油果 每次70克